啦啦啦,我是蔡小鸟,工作的一天大家都辛苦了,快来看看今天的视频吧! 现在认为,一名打野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一局比赛的胜负,所以学会高校打野很必要。 那么哪些英雄打野效率高,又怎么样提高打野效率呢?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,这三个英雄怎么样打野。 第一个,鱼姬。鱼姬是小鸟最喜欢的女英雄之一,尤其是霸王别姬,真的好好看。 鱼姬可以同时拉着buff怪和路边野怪一起打,发野速度不输其他强势打野。 和其他射手英雄相比,鱼姬更加依赖技能打出伤害,前期中期伤害特别高,而且很灵活。 我们要多多配合辅助去游走抓人,不要一直在线上。 咱们的活动范围里面,还包括我方和敌方的下野区,不管三七二十一,剑倒人就贴。 第二个是安琪拉。 安琪拉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法师,平时都是在中路见到她。 小鸟偷偷告诉大家,其实安琪拉打野的速度可怪了,甚至不需要带惩戒,轻轻松松就能刷野。 跟鱼姬一样,安琪拉站在草丛里面,可以同时打两只野怪。 装备出个小打野刀,回想之杖,视神之书,单挑主宰轻轻松松。 一个安琪拉玩的好不好,完全取决于技能放的准不准。 小伙伴们可不要反向大招哦。 最后一个是紫霞仙子,露娜。 露娜是一个对手法要求比较高的英雄,操作剩下很高。 在比赛里面,露娜前期发育的好坏,决定了她这局的作用。 所以,看到有露娜,作为队友一定要去保护。 而作为敌人,一定要去骚扰。 露娜前期打野的速度可以说是垫底的,有了一定的装备之后才能快一点。 理论上露娜可以同时刷三个野怪。 哎呀,但是对手残的小鸟来说太难了。 玩好露娜一定要多练习,除了生巧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 大家有什么打野小技巧,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小鸟哦。 喜欢我的话,记得关注菜小鸟收分指南。 大家下期再见,么么的。